早安啊 早安 第二部分 全功力 由頭帶你們進去 看過怎樣選擇 不用慢慢來 總之我們每一次來到 最重要是自己想找什麼 記住是什麼 去我們哪個位置找就會特別快的了 OK 那我們帶你們進去看看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號舖 一號舖是專賣什麼呢 濕碎的東西 例如一次性旅行床單 四箭頭那些都會放在門口的 還有現在去旅行那些雜物袋可以放在所有衣服的東西 OK 還有這裡大致上 我們一號舖都是一些雜物比較多的 那些便宜的東西 非常之正 還有日用品是很多的 還有這裡 喂 還有一號舖有阿姨 還有阿姨 地膽位 那他們買呢 砌牌 你們經常說砌牌 不要走到這麼進去 首先一月一號舖就看到砌牌了 還有那些什麼零點多呢 如果有我們都是放在那裡的 所有新貨都在這裡 沒錯 還有那些偷龜的 OK 今時有威脅的了 引這些過來這邊 好了 還有還有過來這邊 還有那些個案 所有那些iPad啊 電話殼 我們都會放在一號舖這邊 整排架那裡的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找 一直去 去去去去 還有盲貼 盲貼所有東西都是放在四個圍子 OK 好了 那到這邊 這邊呢 通常都是那些友善意圖 平價的友善意圖 通常都是在這邊的 OK 還有一些斌帶啊 針線啊 經常很多客人說要找針線啊 在這裡的 那些小型雜物啊 插頭仔啊 電線啊 電線膠布啊 那些都在這邊的 那好了 原來一直走 我們會出一條行 你們通常說要找袋啊 什麼環保袋啊 背囊啊 全部我們通常都會在一號舖這條架的 你會見到很多的 所有我們的袋子 我們都會從門口放到這條架 一直直到大概這個位置 就是擺袋子的了 還有做一樣的 找找一些遙控器 我們都是放在門口位的 記住 這些電視遙控啊 冷氣機遙控啊 攤碼啊 都會在這邊 或者嘉品部都會有的 有沒有分幾號假 這裡有7號 8號 記住 通常問了我們同事 問什麼假 它會說7號 8號 10幾號 你們要留意樓上 寫著的 全部都7號 8號假 那些10幾號 OK 原來呢 我們就會 所有膠布啊 那些都會放在這位置啊 那些青背袋子啊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的 還有一些雜物啊 那些什麼皮紙扣啊 都會放在這裏 好了 那如果講到這邊呢 我們就去嘉品部那邊看看 還有嘉品部那邊那些架子 那些架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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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開罐頭那些架子啊 都會放在這邊的 好了 那我們就走到嘉品部那邊了 就是1號對面啦 那嘉品部呢 圍於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 說明嘉品 通常都是嘉品的 例如防撞的東西啊 廚房的用具啊 都會有 還有一些雜物的雜物 例如放大鏡啊 梳啊 那些抽筋箱袋啊 都會放在這邊的 那最主要就是嘉品這裏 所有家常用品都會放在這個位置的 OK 那還有這些噴墓清新劑啊 夾仔啊 吸盤啊 都會放在這裏的 好 那我們一起走了 那有些插頭啦 萬能插頭啦 那些WiFi那些啊 吸盤仔啊 這些漏豆仔啊 那些都放在這裏的 那還有油瓶啊 那些啊 全部都放在這裏了 OK 哎呀 姐姐告訴我 死了 看錯了 原來是杯來的 切碟杯啊 OK 好了 那就去這裏一邊走啊 那都會有一些鬆肉針啊 還有一些洗衣機的貼的東西啊 去毛粒機啊 記住 最多人找的就是勸一下機的 在這裏位置 還有磨刀石那些東西 鬧鐘會放在這裏 OK 好了 今天我們都過來這邊嘉品的 都還是 那些鬧鐘仔啊 大型鬧鐘啊 那些放在腳那些地上去滾滾滾滾 就是讓你不要這麼重 周圍推的東西啊 還有這些棉啊 洗碗洗成 時間器 我們都會放在那裏的嘉品部 所以你們記住 我們公司雖然是大 但是都會分得都比較清楚的 那這裏就叫做嘉品部 就是一進門口隔離 隔離我們有個大門可以進來的 OK 那完了 然後我們繼續去講到二號鋪了 二號鋪是車架用品 三號鋪 是 三號鋪 三號鋪是車架用品 OK了 那車架用品呢 基本上我們所有的車的設備的東西 盡量有的東西我們都放在那裏 好 例如那些洗東西啊 穿一下東西啊 太陽檔啊 太陽檔啊 喂 最緊要近來很多人買的 二東行 放在外面門口位的 五元而已 是 OK 那還有些香薰啊 汽車用的香薰啊 或者洗手間都可以的 好了 那車架區裏面有包括什麽呢 是有兩邊的 一邊就是買耳機線 還有買一些燈膽的東西的 OK 那我們先看看耳機線 所有插線的耳機線我們都放在那裏 那你們如果有需要找插線的耳機線 可以來這裏 或者對面 那裏都有些便宜價少少的東西 OK 那個叫11號架 好了 一下去 基本上所有Android iPhone的東西 那些耳機線就全部放在那裏 還有還有一些Headset 小朋友打機啊 或者上課用啊 戴著啊 這些Headset就會放在那裏 好了 賣一點 再給所有燈膽 我們都會放在那裏 OK 那開始一路移移移移移到過 去這邊了 那就開始出啟動這裏 lung問題啊 例如線水啊 夾太陽眼鏡 防撞邊 還有這邊所有你要用來擠電話的車架 都會有齊全在這裏 還有那些車用品 玻璃水 噴到條態粒粒靈 打粒水 那些東西我們都會放在這裏 OK 記住買車架用品 還有燈的用品 還有有線的耳機 記得來三個店 車椅子也有 車椅子放進口 不用說了 車椅子永遠都是這裏 因為我們很多同事都說挺好的 不錯的 這裏是149的 價錢到時自己過來看 因為太多了 好啦 那我們走出來 還有去到這裏 這裏搞了 有時候我們說買一些尿袋 又不想太貴的 這邊就通常買一些便宜的尿袋 都有一萬MA的 還有一些便宜的耳筒都會放在這裏 尤其是單頭那些 駕車用那些 都會有的 所以到時去到車駕區都可以出來留意在這裏 好啦 那我們再過一點四號店 四號店是甚麼呢 是買電線產品的東西 就是我們所有的充電線或者插頭 我們都會有在這裏 還有iPhone的case 鏡頭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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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錶帶 還有一些線 所有的線 嘩 真是做到都嚇死你了 好 還有對面 對面有一些USB插頭那些位置 就是那些電腦用的東西 可以駁多幾個USB插在這裏 扭扣電 扭扣電 還有一些雷射筆 還有一些紅外線筆都會放在這裏 是的 還有底下那些 這些叫做那些 觸控筆 觸控筆 都會有齊在這裏 那你們找的記著 聽著哥哥說 翌日找的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還有有些拖板都會放在這裏 插頭啊 這兩行插頭都會有的 萬用插頭都會放在這裏 還有一些Mousepad 四號就會比較多一點的產品 那你可以自己過來 首先過來這裏找一下 那我們去到五號店 五號店唯一都是擺線 所有東西 還有這些讀卡是 轉頭 甚麼Micro轉 轉Tab-C Tab-C轉Nighting 全部都會在這裏 還有一些OTG的插頭 還有一些電腦的keyboard 都會放在這裏 OK 這些是插線 那些比較大小小打機用的keyboard 好了 還有這些iPad座 電話座 都會放在這裏 還有這些無線充都會有的 還有一些散線 散線 就是便宜的散線 有些是專用的 就好像有些牌子 什麼Samsung iPhone 那些可以在這裏找些散線的 基本上你想問什麼線都會有的 有些伸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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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不錯 還有一些電腦線 插頭 12V的2A插頭 還有一些快插頭 這些散裝的東西都在這裏 記住萬能插束 我們只有這款 家用的 OK了 講到這邊了 這邊 很多我們找些扭扣電那些 我們通常都會放在這裏 所有型號 記住扭扣電 是在這裏 可以用來5號鋪運 OK 好了 還有一些 電腦用的轉駁線 VGA 轉HDMI 我都會在這裏 OK 好了 講到這裏 還有底下的HDMI線 全部在這裏 那些抹檸水 電視架 那些後面的電視架 全部放 最重要的是 一人跑步 經常說 防水袋 跑步袋 我們都放了5號鋪的 粉紅架這個位置 好了 原來我們都會直去 去到這裏 那我們會一進來這裏 接近6號鋪這個位置 基本上全部都是那些 露營設備的燈 會放在那裏 很多時候會帶你去哥哥的位置那邊看看 因為我很多版我都會掛在那裏 如果有興趣看對了 就過來我們這裏 六號鋪外面 找一下我剛才掛的版 還有還有 這個漂亮啊 剛剛三分 比較多人用 有個散熱版 我都喜歡 好了 不過哥哥沒什麼時間回去玩電腦 好了 我們開始入六號鋪 六號鋪 六號鋪叫做工具的東西 例如一些防線膠布啊 還有這些補牆膏啊 單車感啊 還有它單車的東西 通常我們都是放在裡面的 還有燈類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在門口很多的那些2A電 3A電 1里電 1650 風扇那些 心機那些160 全部會進來 你會看到粉紅架的 通常就會放在西方的位置 同時很多人走來經常都說 走過夜燈在哪裏 可以告訴你 一進來 呼呼 就在這裏 OK 通常我們走過的感應燈 我們會放在西方 原來我們一路走就去看了 這裏就是工具男士 最喜歡的東西 工具啦 基本上你要找些什麼 那些錯目啊 數啊 那雖然我們的數 我們品種不會太多 但是我們基本上都會有些少放在這裏 儘量供給客戶的 還有一些螺絲批啊 不同的絲帽啊 那些合裝呢 我們都會有的 那些膠錘啊 剪鉗啊 全部都會有齊齊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留意 這邊是那些 我們所謂工具的東西 都會放在這裏 好了 轉一轉過來這邊 那有些 我們以前那些 插USB燈條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 記住 是6號的話 那些USB插電的燈條 好了 還有單車用品呢 我們會有少量都會放在這裏 尤其是單車鎖 單車架啊 那些東西呢 裝水瓶啊 那些燈啊 全部會在這個位置 OK 那自己看看 頭燈啊 最多頭燈 頭燈啊 頭燈啊 頭燈工具燈啊 全部放在這裏了 OK 基本上那些工具燈啊 什麼散銅膏啊 那些都會放在這裏 那好了 我們走進去看看 那還有一些燈呢 頭燈呢 這眼睛很光的 不要開燈 好了 好了 那原來我們在這裏走 那Mouse呢 那都會有一類都放在這裏的 如果5學號不夠 可以過來這邊再找一下 那有些三腳尺啦 三角尺 戴著口罩 講的不是很清楚啦 三角尺 OK 那這些用來量一下 那些東西啦 那T尺啦 那些都會放在這裏 還有電筒 電筒我們都會放在這裏的 所有電筒啊 我們都會放在這裏的 我們都會放在這裏的位置 還有那些催器笨 防水膠布 Mouse pack 還有那些keyboard 我們都會放在這裏 還有電腦線 全部由5米去到3米 10米都有 那之前我就不過有10米 這次哥哥又來看 原來有10米 那次別人問我 鏡頭啊 還有webcam 還有一些webcam 近期就好益的 179很多人買的 其實我們都很多同事用的 我來錄一下東西的 小keyboard就在這裏 是的 小keyboard啊 那些全部都放在這裏 還有那些鏡頭啊 家裡鏡頭那些 還有那些電動螺絲批 那些電動螺絲批 那這些電動螺絲批 會放在這個位置的 OK 好了 那還有一些電腦袋 都會放在這裏 還有這邊 這些電腦架 還有一些平板架 都會放在這裏面的 那你們可以 進來找工具啊 平板啊 電腦的東西 都可以過來這邊找一下 那我們在講一些燈 那很多都會放在這裏的 這些電筒燈啊 電筒啊 座檯燈啊 那些都放在這裏 好了 再過一點點 還有這個 燈 化妝鏡 有人經常問在哪裏 有燈的化妝鏡 就放在這裏面 沒有燈的這個 噢 轉了新的嗎 普通化妝鏡 現在普通化妝鏡 啊 逐於翻個沒有燈回來的 我經常問 Mouse Pack在哪裏 這裏 記住啊這個位 是的 還有Router Router 我們不是經常都有的 我們近來都有一點點翻了 OK 還有玻璃膠啊 防水膠布啊 清潔廁所劑 噴東西就在這裏找了 是的 噴的東西 W4D那類東西 還有些去膠質啊 去污漬啊 都可以在這裏找的 那這個呢 每個人都用過 挺好用的 噴下去 去漬很快 油漬那些 OK 好了 六號泡大概差不多了 我們開始出一出去到藍牙布 好了 我們來到藍牙布呢 通常我們會見到一個架在這裏 這個架呢 通常會買一些快叉的叉頭 全部都20V啊 那它會有這個Tab C 加一個快叉的USB 通常會放在這裏 還有一些讀卡器 三合一 二合一 還有一些 iPad筆啊 全部都放在這裏的 OK 那所有的讀卡器 基本上我們會在這裏頭一行 那你們可以自己記住 看一看我們的工量 就會比較清楚 人多嘛 免得去 可以馬上找到 OK 那原來我們走到那個藍牙布 藍牙布 那我們有什麽呢 向著冷氣看看 很多人經常問我 旅行插頭在那裏 就是放在這個冷氣粉紅色底下 這樣出去玩呢 我覺得真的買個漂亮少少的 多用插頭的 那個紋插頭比較會好用些 因為這些 個個都去旅行 其實帶過這些去到那裏 不用想想想 哪個位置不想 那還有呢 這個位置還有這些粉紅插頭 用來做什麽呢 你剛才看到那些所謂USB 是那些都叫做快叉20V 這些呢 有些去到很高的 就放在這邊的了 即是比較可以 有些用來插些電腦啊 或者插些大容量的USB 去到65W 我們都可以用的 即是可以插LOOKUP那些 OK 有些大的尿袋 是的 還有去露營 哇 這個夠用了 8萬 8萬MA 549 那如果你想我 想你這個東西出去買呢 沒有8塊水買不到的 OK 好了 還有這些呢 都是快叉的 這些是大容量的 OK 5萬 還有去到 我們最小去到都有 兩三萬 四萬 三萬 都會在這裏的了 大營料袋都會放在這裏的了 還有那些喇叭齊哦 有個喇叭加上耳筒的哦 新的來的哦 都是139 可以試一下 這個牌子都OK的 那好了 講到這邊了 那我們的藍牙耳筒 通常我們會掛在這個位置的 所有藍牙耳筒 還有漂亮的USB尿袋 我們都放在這裏的 OK 那底下呢 就會放一些露營用品 例如那些螢光繩啊 沖氣沙發啊 三萬手套 都是在這個位置找的 OK 沖氣床墊 野餐墊 都會放在這個下面的位置 如果找露營產品盡 我們都會放在南牙部的箱那裡的 那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枕頭啦 水袋啦 露營桌啊 露營桌啊 露營營啊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OK 還有上面這邊 來到這個位置呢 會多一些比較拖板 就是一些漂亮一點的拖板 我們很多漂亮的拖板 都會放在這個裏面 就是說 洞起那一隻呢 我們通常都會放在這裡的 那有什麼需要可以進去 我們拿去找我們的同事 那還有呢 走過一些這些所有遊戲機的 手掣啊 螢幕貼啊 全部都會放在這裡的 那還有一些釣魚勾啊 什麼的燒烤架 總之露營的產品都會大致上放在這裡 那你自己到時候記住 你們找露營產品就過來南牙部 好了 那些南牙部呢 就屬於是儲蓋部 那儲蓋部我們都會大致上 跟榨品部會有一點點相似的 OK 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裡 有些剪肉刀啊 那些磨皮啊 就是磨水果啊 那些批皮那些東西啊 基本上放在這裡的了 什麼飯盜 飯筆啊 那些黃燒板啊 那些鐵燒板帶去露營用的東西 那些盜 還有保鮮紙 保鮮袋 都會放在這裡 那我們會有一些呢 保溫杯呢 我們都會放在這裡的 OK 很多那些保鮮袋啊 石紙啊 我們都放在這裡的 那還有 你們常常要找呢 藍泡泡一個一個頭那些呢 整個炸彈那裡呢 我們就放在這個儲蓋部 還有這個炸液醬啊 去露營 加些油炸一下 原來都會黏著服裝啊 是啊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服裝 風褲呢 我們都會放在這兩個的中間 廚具部和藍賣部 我們會放在中間和這個位置 想找一些 又快光啊 跑步啊 我們都有一些螢光色的 晚上跑步 不要被車嚇到你了 是不是 OK 放在這裡 還有點褲呢 開始熱了 我們都回到點褲 咦 好肥都穿到啊 OK 還有一些 現在褲呢 上次的那些 MRB呢 還有少量在這裡 很多MISS還沒買的 快點過來 不多的啦 只有MRB那些東西 外面不用說的啦 過差的 還有一些背囊啦 背囊 防水背囊 電腦背囊 全部我們都會放在這裡的 記住 是在廚具部 冷氣機底下 好了 那我們都說回這邊啦 一路去 那剛才這些 那我們走到過來啦 那我們找成人口罩在哪裡呢 通常我們會放在這個位置啊 記住 廚具部 底下 成人口罩 還有一些防水袋 防水袋暫時不會有這麼多的啦 我們盡量有多少防水袋 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還有小物件啦 OK 大致上還有外面的架 外面的架呢 通常會放一些露營的東西啊 或者燈的東西的 那到時你們都可以過來這裡找一下 有時候很多露營燈 我們都會放在這裡 就好像我對面 我的露營燈 有些我們都會放過來的 看完版可以過來的 是的 那好吧 再過來這邊 這裡我們叫中間位 中間位會放什麼呢 首先在這條行 我們會放一些濕紙巾啊 消毒紙巾啊 那些去濕腳啊 那些少量的洗手液啊 那些消毒洗手液啦 最近這個 沒有藥爐 9元 嘩 每次回來都沒有 快點過來 OK 那還有一些手袖啊 那些香氛啊 用來除臭的 那還有一些洗衣機粉啊 洗衣珠啊 那還有一樣 小童口罩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7歲至12歲用的 OK 好了 還有一個密充的有線按摩器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好了 我們過一點點 這裡回到中間位 去到中間位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架 這裡都會有一些汽車的 煙磋轉出來的分插 那你可以在這裡找一下 那有一些都是電腦線啊 OK 好了 那再過一點點了 那這個香氛區 那我們全部呢 都會放了那些香氛機 大型小型香氛機 還有那些香氛 全部都放在這裡的 那你有什麼需要呢 你可以過來這裡找 好了 那我們再走過一點點 也都去到中間位 中間位我們這裡放什麼呢 蚊錶啦 耳畫啦 那一個是鏡頭耳畫 還有一些牙策的 ALL-B那些牙策 配頭 還有那些吸水地氈 我們通常都放在這裡的 那還有一樣東西 金元寶那些東西啊 這裏新貨區 是呀 這些金元寶啦 是呀 整套都放在這裡 挺帥的 那我們繼續在這邊 好 一直走到這裡 記住喔 香氛有些板在這裡的 有些機在這裡 你們可以自己試試味都行 好了 講到這邊 到過來這邊呢 就是一些護膝 護膝頭 護腳 護肘 全部所有護肘的東西 就是我們是放在這個架位 下面呢 有一些真高墊 我們來試後肘的 有些小朋友 用來洗澡 放個鴨仔 流點水出來 好了 還有我們中間位外面呢 我們通常會擺什麼產品呢 是擺一些 很多人要找 還有我們是突然間做一些特價 是很正的東西 我們都會放在這個中間位 肥姐姐的位置 OK 那麼近期我們就在賣磚 咖喱車 OK 還有一些薯條 OK 好了 還有那些荷蘭樽 油順豬 我們都放在那裡 總之突然間 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 我們是促銷 或者益街坊的好東西 我們都會放在這個中間位 或者是門口位 OK 到時候你就要留意我們Facebook 記住 通常很多我們放的東西 在Facebook上去那裡 我們都會打 盡量會打到哪個位置 你們只要去看一下 什麼門口位 中間位 幾號庫 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沒有的 進來找我們職員 講清楚那樣東西 我們就很快回答到你的了 如果你講清楚 我們就回答不到你的 OK 好 原來跟著這條行進了 那麼 去到這條行 這個都是屬於中間位的條行 有什麼呢 過膠機 這麼多年都沒有變的 都是這個位置 那過膠的那些膠片 我們就放在底下 還有小朋友玩的那些板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就是 鹽機 電動 電動模 鹽機 都放在這裏 電動牙刷都放在這裏的 還有電動牙刷盒 就是 很簡單 關於電動牙刷 牙刷盒 那些都會放在這裏 然後把電動吸水器 好了 通牙用的 就在這裏找一下 OK 好了 還有那些火機啊 扭扣啊 都會放在這裏 記住 防刺貼 都是這個位置 在中間位置有些雙流上的 防刺貼啊 防刺套啊 還有一些透明 新聞證袋 那下面有些剪刀啊 有些用來弄一些 窗簾扣啊 那些都放在這裏 好了 那然後我們走到這邊了 那這裏呢 就是一個風扇區來的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風扇的了 那我們開始品種越來越多 因為熱的了 熱的就開始風扇多了 那暫時我們是這麼多品種 有什麼需要呢 都可以找找我們房子 好了 到這個架 風扇旁邊這裏呢 我們通常都是汽車用的東西 這些藍牙接駁啊 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會放在這裏 還有那些考試的心機 我們都放在這裏的 那你又可以去找 還有大聲工 都是放在這個位置 OK 好了 那我們過了一點 再過來這邊 都是中間位的 那些花灑頭 花灑掛的東西 我們都會放在這裏 好了 那我們會繞一繞圈過來這邊 先 好了 繞過來那些花灑喉啊 梳梳啊 還有這個位置 這箱最多是放什麼呢 就是放一些 就是放一些 筋啦 打火鍋用的盒啊 韓國夾啊 喔 雪糕鏟啊 OK 這些叉叉匙巾呢 我們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再過來這邊先 好了 這個經常見到我的啦 哥哥專用區 有什麼特別高科產品 我們都放在這裏 就這樣已經算了 因為這個經常都介紹的 這個位置 記住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需要可以找我哥哥的 OK 好了 我們一邊走這邊看看 好了 那文具舖的東西 我們都會有少量 會放少少在這裏 那麽例如好像那些水彩筆呢 我們通常都會放這邊 那些file啊 還有這些改錯帶啊 膠紙 尤其是膠紙 通常我們都 你見到哥哥走到旁邊 通常都找到膠紙的 還有這些 連筆跑啊 都會放在這裏 OK 那我們看看對面 從這邊開始 一直這個區域呢 都屬於叫做一個玩具區來的 那大致上我們都會有一些積木啊 一些剪銷架啊 懷舊的那些玩具在這裏 OK 那記住 找玩具的東西 在哥哥後面 哥哥後面通常這個是玩具區來的 那我們盡量有多少玩具回來 我們盡量都會放在這裏 OK 好了 那原來一邊走 還是 這裏都是 都會放些小朋友的玩具 扭機式啊 給貓貓玩的那些波波啊 都是這裏 那現在呢 我們這些小型風扇呢 我們暫時會放在玩具區這個位置 那開始又多了 我們不要說什麼牌子了 看都看到了 那這些掛腰風扇來的 還有這些呢 全部都是某一個牌子的風扇 非常之大風的 那這個就每年都 我們都一定要放的了 這幾個產品 因為風力就比較強勁很多的 不用疑惑的 覺得大不大 自己過來 吹一下 OK 那原來我們一邊走 去到這裏叫什麼呢 我們也都叫做南牙部 但是 龍爺啊龍爺就在這裏了 是啊 我這傢伙經常在這裏 我看到他很不順眼的 OK 那這裏呢 這個叫做南牙部 那是屬於一個喇叭部來的 OK 那我們會有什麼產品在這裏呢 還名喇叭 通常都會把喇叭全部放在這裏 所有我們最新的喇叭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高科技產品 OK 是啊 有什麼東西找 找啊 有什麼東西找我們龍爺 高科技產品 這件事 喇叭他比較熟悉 還有那些記著 還有無形機 不要找我 我不懂得玩的 OK 還有高部 高部 我們不是買機 我們買些配件 最主要就是配件 OK 那裏最齊 不但齊 我們講這件事 是最便宜的 是啊 OK OK 原來我們還有什麼呢 不是自殺 是自拍 自拍棍 OK 習慣了 所有的自拍棍 我們都會放在這裏 那現在呢 你說以前便宜一點 我們不用的了 免費 很容易斷 我們比較進一些高質素少少的東西 就算怎樣高質素呢 都可以到129 我想外面不知道賣多少錢的了 肯定起碼貴我們幾十塊錢的了 哎呀 壞了 不要了 我們是不是這樣就算了 OK 還有一些高部的那些 八爪儀 座地架 相機座地架 或者電話座地架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那些相機用的 咳塑珠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OK 咪套 那些 其實你們需要找一些藍牙喇叭 還有那些咪 那些自拍棍 都可以在這裡找的 好了 那我們從這裡再繞出一點點 那剛才我們所說的文具鋪 文具部 就在這個位置 什麼叫做文具部呢 看到這些架材 就全部是屬於文具部的東西 在這個行業 一直你會看到 文具包括有很多東西 原子筆 水筆 還有一些木顏色筆 赤 夾板 file 那些文件袋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很多不同的品種 到時候你們自己過來看 還有很多都比較清晰的 我們掛著黃牌子 你們自己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有時候呢 你問我們同時 我們比較繁忙的時候 在文具部 麻煩大家 在這些架材找一找 因為 大家要體諒一下 因為我們真的太多人留在這裡 有時候呢 我們都未必去第一時間找到你 真是萬一萬一找不到 你可以見到我們穿黃色衫的同事 任何一個黃色衫的同事 你都可以問她 諮詢她 應該他們可以回答你 記住 有時候問 不要問到文具部那邊 他們未必知道 公司這麼大 不可能每一個同事都清楚了 每一個位置 最好你去到每一個位置 看到我們穿黃色衫的同事 就問一問她 他們會比較清楚 OK 然後我們一邊走 嘩 又是哥哥專用區 好 高科技的東西 即是不要說高科技 那叫做電子產品 有些質素的東西 通常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例如電鬚跑 電鏟 電避毛機 還有一些按摩窗 望遠鏡 拌貫器 還有最重要的 我的老朋友最喜歡的 膝頭 智能膝頭 關節是最好用的 還有這個有空 哥哥都會開一開 教你們怎麼用這個洗眼鏡機 其實是很簡單的 不過到時候我們都會講一講 因為很多客人回到去 有人自己弄壞了什麼問題 稍後我拍了一部片 告訴你 OK 好了 還有這個很可愛的 我回來就被人按摩頭很舒服 還有洗頭很舒服 但是有些人就用來按摩摩頭 哈哈 挺過癮的 但是這個不要理會按摩 最重要是舒服 價錢低 好了 那記住 近來呢 我知道吸濕棒 就還沒有整套裝的 只剩下濾器 有很多還沒買濾器 之前說想買濾器 那些人快點過來 剛剛翻了一閘 不是經常有 好了 那講這個專用區對面 就是我們哥哥說 這裡都會有一些膠紙座 啊 釘書機啊 戒刀啊 戒板啊 都會放在這裡的 我們攝影師很厲害的 拿了這個角度給你們看看 讓你們清楚一點 是哪個位置 OK 好 我們原來一路直去 還有一件事 整天說給錢 整天說給錢 其實我們很清晰的 看到地下 收銀柱 收銀柱 還有打架這個哥哥先 不要整天問他 人家是另外一間公司來的 不是很煩的 那記住 他們的桌子都會有寫著 收銀柱 那你跟著我們箭嘴開就可以了 哥哥姐姐 不用找得那麼辛苦 看著地下 就是和某一間疑疑的地方 都是會周圍貼住 你留意一點點 你就會看到收銀柱在那裡 好了 還有記住 埋單呢 可能到 站在這邊 還有呢 有些客戶呢 看到我們都在埋單 這個位置 盡量 離一離開 當我們埋單沒那麼緊要 那你可以走過來 其實 大家一樣一樣 我們做生意 還有你們買東西都開心些 我們不想這麼多客戶碰撞 吵架 整天這個位置 很多客戶還在吵架 我們都不想 OK 好了 那來到這裡了 由開始這個位置 我們就叫美妝部了 美妝部有什麼呢 哇 它多了 基本上某一間 好像以前很大間的 買一些化妝品啊 雜貨東西啊 他們 我們現在都差不多 和它差不多的 好了 例如那些咖啡啊 那些茶啊 藥膏啊 蚊膏啊 我們都會放在這裡的 還有這些假的 染髮劑 那些酸痛按摩膏啊 那些座桌的香氛啊 都會放在這個位置 那有些食鹽啦 還有洗頭水啦 最重要的 你們經常說 找那些醫護手套 我們都放在這個位置 沒有什麼第二次找到的了 只有這裡 在這條收穩寸這條行 通常我們都放在這裡了 所有碼數都放在這裡 如果不見呢 也都是講一句 問問我們接近這裡 這個黃色衫的同事 還有沒有碼 如果說沒有的 大量的 有時候可以和我們黃色衫的同事說 說 喂 我想要多少 讓我們問問倉幫一下你 OK 好了 那原來有個直行 去到這裡 有個位置可以穿上去 也有個大位 那我們走這邊大陸好些了 喂 多漂亮 有些草啊 OK 過來這邊 那這裡就是嘉賓部了 整個所有的 不是 這裡是美妝部 所有的美妝部 一進來這裡 通常我們的化妝品 護膚品 全部都會在這裡的 那我說 看看 介紹不了那麼多的了 洗頭水 護膚品 染髮劑 我們都會放在這裡的 蛤膏 蛤刷 蛤膏 蛤刷 總之你要在那個 買化妝品 護膚品 我們基本上都會有 類似的東西在這裡的 這邊 一邊看一下 洗頭水啊 這個都挺好的 通鼻 哥哥都貼著睡的 不錯的 可以指一下鼻寒 就是說 指不指太厲害 就見不見切了 我覺得睡得挺舒服的 好了 這邊就是 哥哥不是女士 不是太懂這些那麼多東西 好像這些 護膚品 那些什麼 抗袖布 面膜 面膜 底底 嘩 底褲 還有姨媽 嘩 來了 OK 訓真的 這裡找 其實我們不是說管的 其實這些東西 說明美裝部 美裝部 基本上都很多女士 那不要緊的 這些 好小事來的 什麼都要買 老公仔 有時候幫幫忙買幾包回去 OK 不用老婆 整天自己去買 OK 原來護膚品 都是放在這個位置 潤唇膏啊 這些 帶出街一流 那些護膚品仔 還有這邊 那這邊呢 有些是所謂的營養產品的 那 魚乾油啊 維生素絲啊 那些什麼 下半身減肥丸啊 都會有的 OK 好 那我們再出回到這邊了 好了 那說到 最後了 一出來就會見到我們 嘩 多少收銀同士 咦 我們最後這個就是收銀位置 通常我們就會在這裏 如果 我們會比較多人 我們會叫那些客人 一路合作 向前向前 在這裏 留意我們說 有幾號牌 7 6 5 4 3 2 1 都可以埋單的 那到時候 我們同時會協助你們 怎樣去埋單 不用7住在這裏 OK 好了 一路行 當你付完錢 我們有兩個位置 一個是給你檢查的 這個叫做檢查區 檢查區包括有什麼 那些剪刀啊 那些剪刀啊 我們的單據啊 印仔都會放在這裏 有需要可以過來這邊 好了 那我想試電的東西在哪裏 你可以走這邊 去到我們這個位置 我們有個拖板給你的 所有USB的東西 我們都放在這裏 可以給你測試 在這裏測試 OK 好了 今天介紹這裏 你們自己 聰明 有些人問換東西怎麼換啊 換東西 好彩 你提提 我差這裏 如果有什麼需要 你們不用繞這麼遠的 進到這裏 7號位 可以找我們的同事 告訴他們 我們之前 在這裏買了些東西 記住回來換東西 記住回來換東西 是呀 有一件事 就是說 所有產品 還有要貼了 OK 貼上有我們的標籤 幾月幾號 還有所有產品 都拿回來 在7號位找我們同事 就OK的了 OK 好了 這次介落 肯定很清楚 你們自己 記住去留意 不用找餐洗